看1093的基本面是好的 那么多的药股里面都是属于好的 当做反弹的话 我会在这些位置再买 因为它刚刚穿了二天线 也是一个短线可以看好一点的诱因 暂时来说第一个反弹目标 用黄金比率去做 38.2% 用11月8号的高位反弹阻力 19.2号6 计算第一个38.2%的反弹 就是用13.4 如果这个位置是升穿 仍然站得稳的话 第二个是61.8%的反弹 可以看到15.5左右 但去到这些位置 摘着100天线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到时来说是必须要理想的 我们的策略就是看着100天线 我先找一条100天线出来 这个就不看布里加通道了 布里加通道来说 现在是窄 如果它升上去的话 布里加通道一扩阔的话 它可以升的幅度会比较大 现在暂时参考 反而就是一条 100天线 绿色的条线 就是16元 16元左右 就是摘着那些位置 因为我用了 16元 我用了黄金比率去看 第一个阻力就是38.2%的阻力 是13.3 第二个阻力就是用了61.8% 就是15.5 是 都穿了 摘着100天线 你还要记住 即是15.6元 100天线是在下来的 慢慢向下降的话 你一升升到那位置 可能就是刚刚好 61.8元 即是不是16元 现在16元就是 现在16元就是今天 那它一直在下降 如果它今天买的 那位朋友就是阿Kid 如果今天买的 就看着一条100天线 因为在下降 那它可能过多一个星期之后 就去到15.5元 是 没错 那就要止赚了 或者即是吃了护仙 如果到那些位置 就一定要走 因为你看回上一次 它也是在100天线 100天线的位置 见顶 那花完了 还有没有讲其他股份 当然有 那就要记得订阅 民众的YouTube频道 那我现在立刻订阅 我们下期见